诶 这样看不一样 其实远看 妹妹确实脸要瘦一点 是吧 你看吧 也小一点 姐姐要丰润一点 问一下如果这兄弟俩都没来 怎么办 我们两个都有勇气站在这 他们如果不来的话 可能会让我很失望吧 我觉得他们俩如果没有来的话 可能就这段合约就到此结束 彼此之间最好的结果 可能也就是做个朋友吧 那如果他们俩都不来 你们以后还会再质疑找双胞胎吗 不会了 也会考虑一下我们这些反复素质的 爱情的话就是都是自己的嘛 是来是去也不太好 如果他们俩哥俩来了以后 就说喜欢姐姐或者喜欢妹妹 那咋办呢 我觉得不管喜欢谁 我都会争取我喜欢的那个人 嗯 弟弟不管选择谁 我们都会祝福对方 我是这样子想的 可能 那你们就不考虑一下哥哥啊 我好担心哥哥 我确实 哥哥会想 我都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凭什么不选我 可能这种事情确实没办法勉强吧 对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好吧 你们既然都这么嫌弃哥哥 我也没办法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一个月前 一则双胞胎姐妹 寻找有缘的双胞胎兄弟的帖子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很快姐妹俩就收到了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回复 双方在约定的地点见面 并且签订了约会合约 开始正式交往 两对双胞胎互缓相处一个月后 由于弟弟李维性格活泼开朗 细心体贴 得到姐妹俩的青睐 今天双胞胎姐妹来到现场 同时向弟弟告白 那么双胞胎兄弟会来到现场吗 他们心仪的女孩是姐姐还是妹妹 这份合约 又是否让他们收获完美爱情呢 嗨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弟弟李维 今天23岁 你方抱歉啊 对 遭嫌弃的哥哥为什么没来 其实我哥今天是特别想的 但是由于工作人员 你们在最开始看到他们这个帖子的时候 你们不觉得很无聊吗 我感觉挺好 挺好 你们以前也想过这事 只要是双胞胎 基本99%都想过这个问题 那要是报错过咱们 不是双胞胎应该不知道 是双胞胎你觉得能知道吗 对啊 你真能分得出来 完全能分得出来 真的啊 你把脸背过去 过来 把这撕下来 我还就不信了 你站这儿 看背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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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也分不清楚 再换个位子 把这个拿点 这个怎么能拿着手当 再换个位子 再换个位子 转两圈 好 别动 可以了 请回头 不准动 回头 别动 说一下 哪个是姐姐 哪个是妹妹 六个人是姐姐 六个人是姐姐 六个人是妹妹 这都看得出啊 你是 我看你那个 我看你脸上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 姐姐 这真的猜对的 这真是姐姐 因为妹妹脸上那边 是有个痘的 真是可以啊 你这都看得出来 那你能闻出来吗 就是你不能看 你就这样闻一下吧 你能闻出来吗 这个的话 试一下 好 回头 回头 好好好 来换位子 这个给我 换位子 好 看不到 再换位子 再换 继续换 好 来吧 哥们 上等一下 上等一下 回过头来 好 别动手 闻一闻 别动 这个闻完 请问 左边的是 姐姐还是妹妹 我能再闻一样吗 再闻一样吗 谁也闻一样 好 好 好 哪个是姐姐 哪个是妹妹 应该是左边是妹妹 右边是姬姬 左边是妹妹 右边是姬姬 右边是姬姬 我看一下啊 你把头发撩起来 她又对了 我的妈呀 不玩她了 不玩她了 这部眼镜很不错 以后带着 我感觉挺顺心的 别动 来来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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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